嗨,各位好,很久都沒有拍過影片 我女兒已經七星期大了,她在我旁邊睡 她習慣了吵吵的環境都睡得到 所以我在她旁邊拍影片都沒問題 我一直懷孕的過程,其實我一直想拍影片 但好像沒有那個時間和空間去拍 現在我家裡沒人了,她又睡了 那我就有時間了 首先說回懷孕 33週已經知道表姨還沒掉頭 嗨,然後到35週還沒掉頭 因為35週之前你也有個希望 她可能會掉頭 但35週之後呢 可以自己掉頭的寶寶 只有7%是會自己的時間 35週以後會掉的 那就是,哎呀,糟糕了 她的頭呢 當時就在我位的下面 然後她的腳就在這邊 那麼我自己感覺到 因為她踢到這個位 所以呢,就 36週的時候 就預約了我去醫院做個ECG 因為我在35週的時候 我在醫院做產檢 的時候 她們就要當下 就馬上問我了 那你想直接開刀啊 還是去做一個叫ECG 那ECG就是手動去 嗯... 掉頭 把BB掉回頭 把BB掉回頭 令到她的頭 掉回盆骨的位置 那因為我自己呢 就比較蛇鬼 我盡量都不想開刀 當我呢 害怕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我就會不斷上網 找很多不同的資料 是關於這件事 因為我想知道 我的選擇是什麼 我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要知道 哪一種好處是怎樣 壞處是怎樣 令到個人沒那麼害怕的 所以在做ECG之前 我當下決定做ECG 她就幫我排了期 那我就知道 那天星期四要做 那我星期三那天 她就 她就已經安排了我去做 一個心頭退日的測試 就是我 拿了一口水 十點之前 就要送回醫院 就是4星期四的八點半 那 那 初頭我就是想著 一入院 然後 很簡單的 應該看一些 上網的影片 這樣 轉一轉 兩個人 一個 看著她的頭 呃BB的頭 一個呢 推著她的屁股 這樣一轉 這樣就搞定了 好像很簡單 那我以為幾分鐘就搞定了 不知道呢 我一進到醫院 首先讀高磅重 然後 檢查 嬰兒幾大 照超聲波 看看 每一樣東西 可不可以 因為如果去 磁帶前頸那些 就不吃 要做ECG 呃 嬰兒的心跳 有些問題 又不可以做 那 要各方的數據配合 才可以做 那我入院那一天的早上 是要禁食 那我呢 因為呢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就說 有些什麼情況 都要緊急開刀 那我呢 所以我呢 當時是有拿走老袋的 但我就天真理以為呢 欸 搞定 做完就走得了 我從來都不知道 也都沒有人通知我 其實那一天 我是要入院睡一晚的 那 那我呢 呃 我就覺得 我常常是 好像蒙在鼓裡 那樣被 呃 我是有些 驚訝的 那一晚我要留院 因為事前 好了 那我 呃 首先去到醫院 就去產房登記 然後就 下回這個 這個 產前的護理病房 給了我床位 我就在那裡 呃 他幫我 做檢查 打斗 還有 呃 呃 躺在這裡 然後就有個 擦 還有 擦 還有 呃 寶寶 還有 我的肚子 然後我還要拿著 這個東西 在動的時候 我還要這樣一下 這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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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確保了 寶寶是動的 始終是足夠的 他的 呃 就是 這樣 那 那 我去產房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1點了 呃 記住我那時是一直都不可以吃東西的 那時我一進餐房 因為ECG是在餐房裡了 那突然間呢 就很多醫護就蜂擁而至 就感覺到整間房 那我就回到床上 他們幫我插一樣插一樣 然後還給我一個 Gas and Air的東西我問 他們就跟我說 啊 記住痛就問了 其實我覺得那一刻都覺得 啊 會痛的 其實網上也有人說過是說會痛的 因為轉的時候 他們說很痛的很痛的 但是我自己心裡 我連生BB都試過 應該不會痛得去哪裡了 那他呢 首先就 他下了藥的 給我 去放鬆旁邊的肌肉 去方便他去做ECG轉 他一直用超聲波 去照BB什麼位置 然後後來只剩下幾個衣服 在這裡的時候 好了 重要的人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 一個就蓋住BB的頭 一個呢 就托住BB的臀部 那就是這樣的 那慢慢一路推 一路推 一路這樣按住頭 這邊就一路推上去 然後 咦 搞定了 那跟著 這個過程的時候 旁邊的衣服就不斷跟我說 啊 記住痛的就 就吸一下氣啦 聞一下氣啦 那但是 說真的 我又不痛啊 好幸運地 那整個過程都挺順利 但是 做完之後 那些人消失了 那跟著他們 就 啊 你要觀察啊 要觀察兩小時 所以我就要自己一個人 在那個產房裡 呃 留兩個小時 1點留到3點 那在那個房裡 就是 聰明地我有帶電話去的 那因為他在那個產房那裡 我袋子放在那裡 我正去帶了電話自己上來 但是在那間產房呢 就不可以打電話 因為很多耳氣 那所以就躺了那裡兩個小時 那有其中一個醫護說 他看到我待在那裡 因為他做過整個 呃 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們就在那裡說 呃 你不可以用電話 就拿開了 然後呢 又有個醫護就 就看到我 就是觀察的時候很悶 他說你要沒有電話給你 接著 然後又給我按電話 那然後 我其實 都都 呃 3點多覺得 他們檢查了 寶寶轉到了 OK啦 YA 那就很開心啦 說回到ECG的幾個狀況啦 呃 如果順利的話呢 那就可以 呃 等到BB 自己說 出生 什麼時候出生 那就順暢出生啦 那如果不是呢 呃 如果ECG失敗的話呢 就會 預約37週的時候去 呃 催生啦 如果呢 在做ECG的過程之中 呃 穿水了 那就 啊 緊急開刀 如果呢 呃 你做了ECG 做了下個BB 那個Heart rate drop呢 就會 都是緊急開刀 那如果呢 他轉到 轉完 然後Heart rate才下跌呢 那他就會吹山 等你順產 就是 我知道呢 自己有這幾個option 所以我做ECG的時候 我都覺得 嗯 OK的 我 我知道自己 呃 遇到什麼情況 我會做什麼決定 這樣吧 那你先講完 時間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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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